日本的乳酸菌的氫汁 算是 好棒 還跟我們分享 對 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 日本其實是一個 非常注重禮貌 然後跟別人觀感的一個故事 但有時候 你知道嗎 今天大家有講 很多人有時候 不順暢 然後不順暢 如果不小心放那個屁 好 放屁沒關係 但如果是影響到你的心情的話 其實這樣我覺得 就有點夠難玩 不漂亮了 所以我今天帶來的 就是這個 看一下 新品 日本的乳酸菌的氫汁 我跟你們說 現在這個 它在日本 超級 超級夯 而且它算是 乳酸菌的保健食品的第一名 而且你們知道嗎 我讓你們猜一下 這個日本的乳酸菌氫汁 它目前的銷量 有多少杯 5億 5億 它的銷量 非常厲害 它熱銷 對 而且它其實可以 就是像搭配在 我們日常的飲食當中 就是非常非常地百搭 現在前面的這一個 就是為大家帶來的 乳酸菌的氫汁 來 趕快喝 新汁牛奶 你們可以先喝一下 然後它有這個搖搖杯 搖搖杯裡面 就可以裝牛奶 那牛奶的話 打開之後 然後把我們的這個 日本的乳酸菌氫汁 打開之後 把它加入到我們的 淡淡的抹茶裡面 對 好 然後加入了之後 用我們的這個蓋子 蓋起來之後 搖搖 好漂亮 伴侶 搖 這樣子倒出來就可以喝了 而且其實 就是我們這個 對 就是這個 然後其實它喝起來 它不會有那種 青草的那種草味 不會有草味 完全沒有 它其實就是 很香 淡淡的 抹茶的香氣 然後特別是 它裡面這個 日本乳酸菌氫汁 它使用了加入營養價值 非常非常高的蔬菜 然後就像是剛剛那個 營養師有提到的那個 大脈絡葉 對 然後以及 北海道的那個 野生的三百株 所以你喝起來 會有點淡淡的那種 抹茶香氣 它其實是 加了抹茶粉 而且它留在嘴巴的味道 是很清爽的 是很清爽的 對 然後因為它這個搖搖杯 它就是為了讓這個 纖維不要沉澱 你就這樣搖搖 然後它就會更均勻 所以你喝起來 它的口感會非常非常地好 然後特別是 就是我每一次 因為我每天早上喝 我每次就把這個搖杯打開 我女兒就會跑到我旁邊說 媽媽 我要幫妳倒 我幫妳搖 好可愛 小朋友 我跟妳講 這個小朋友超喜歡搖 對 顏色又漂亮 如果是我的小孩 他會說 我要吃飯 吃飯 對 小飯也可以 然後或是搖 搖 搖也可以 然後這個是我的第一個吃飯 然後第二個吃法 我個人也非常喜歡 因為現在夏天快到了 是 夏天到了就要吃很清爽的東西 就是 負擔 我們先一人一杯 一人一碗 太棒了 然後加油很好 這邊將日本乳酸菌青汁 直接倒進去就可以了 粉 這樣直接倒進去 幫你們剪開了 好 我們試試看 然後直接倒進去 這個我擦冰去給它 很像抹的感覺 好漂亮 倒下去 對 接著 然後把它攪一攪 就可以直接吃了 來 這裡 好 這好酷 其實它一包的分量滿多的 然後它裡面特別加了 玄米來源的植物性的乳酸菌 然後多達100億個 其實我們的消化道 好菌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那這個的話 就是我們消化道好菌的營養 全部 滿滿的都在裡面 它真的是大家很能接受的味道 很好吃 很好吃 如果有在控制體重的 你買那個原味優格 有時候一碗吃很多很膩 對 等一下加下去之後 就是吃起來就沒那麼酸了 就變很好吃 對 這味道好棒 我會比較好奇的是 剛剛有講到那什麼 玄米來源的乳酸菌 請問一下我們的營養師 這個東西是很特別嗎 是 我們平常聽到的乳酸菌 都是動物性來源的 玄米來源的植物性乳酸菌 它相較動物性來源的來說 它是生長在很嚴峻的環境 所以它生命力很豐富 很適合我們亞洲人的體質 也很適合就是 久坐的上班族 因為常常會外食 你外食的話就很容易吃到 精緻的澱粉或是油渣物 像我自己昨天晚上 跟朋友去網美餐廳 我們也是就是吃了 炸的跟甜食 都沒有任何的膳食纖維 連營養師都來告解 真的 阿曼哥 你 是 你也只是很平白 對 沒錯 我們也是會吃炸物還有甜食 因為沒有其他的選擇 所以我回家以後 馬上就是泡兩包青汁來喝 因為它裡面有 一百億個乳酸菌 然後一天兩包以外 它裡面的 膳食纖維是 1.6素的生菜 還有 維生素B1是等於1.5個青椒 Alpha胡蘿蔔素是4.3個番茄 另外它也有 Beta胡蘿蔔素 甲 還有鐵 還有B2 等等的成分 所以一天兩包就可以補充 我們飲食中營養不均的部分 我們剛剛就剛好吃了兩包 我現在就是每天早上就是會固定 吃日本的乳酸菌的青汁牛奶 或者是剛剛的日本乳酸菌的優格 基本上我覺得把整個調整好 我覺得我看我女兒跟我老公 直接請他們 順眼 順眼 然後因為我老公就是 在跑巡迴演唱會 所以我就讓他 就有時候他的那個 比較沒有那麼均衡 然後有時候不太順 所以就是直接讓他帶著 日本乳酸菌親戚 讓他飛去做演唱會 然後因為我覺得其實我們的 順暢了 然後工作也不卡卡 對 然後我覺得整體順的時候 人際關係怎麼樣 我就會 真的 那個很重要 太棒了 太重要了 太重要了 他們真的太好了 謝謝